台南有民众日前到家里区黄昏市场购买两条熟食鲫鱼 外价一块苦瓜蜂竟然要价790元 引发民众热烈讨论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立即下令查明 结果经法制处跟经发局人员实地访嫁 发现鲫鱼一条最贵只有70元 苦瓜蜂则是40块钱 怀疑当时网路上po文是假讯息 现在也会请警方进一步查明 酱汁卤透的鲫鱼是老头最爱的家常菜之一 这是平民小吃没想到传出天价 贴书po文有民众前往市场选购两尾熟食鲫鱼 外价一块苦瓜蜂竟要价790块钱 事后也只喊自己买到史上最贵的小鱼 鲫鱼真的没有那么贵啊 大家都吃得起啊没有像网路那么夸张 其他摊商也直呼太离谱 原来日前有民众到台南家里去黄昏市场 购买熟食鲫鱼跟苦瓜蜂 却买到离谱价格 当时市场摊商推测恐怕是临时摊商来摆摊 或是po文内容有误 但眼看议论纷纷 市长黄伟哲二话不说立即下令查明 相关单位访查发现 市场内只有一个贩售鲫鱼的摊位 一台金售价两百元一尾约四十到七十元 令苦瓜蜂一个售价四十块钱 并无原文所称高价 也合理怀疑网路po文是假讯息 重商台南的美食抹黑的方式 造谣的方式让人家觉得很可恶 我不知道他这样讲是口误还是可恶 对台南的小吃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市长高峰被抨击 毕竟不识消息不仅误导民众 也要老乱民生经济 如今除了要求警方调查 也呼吁民众千万别以身试法 借我黄伟琦大报导